昨天晚上八點我到了拉薩 今天去布達拉宮 看一下能不能拿到預約票 如果拿不到的話 我得在網上找那些旅行社代碼 連續趕了七天路 實在不想開車了 今天打算步行遊覽拉薩 從住的酒店出來 走了幾百米 就到了中角路康公園 我現在已經到了布達拉宮北門了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六十多年 所以說這一路上我看到很多就是標示牌 而且在拉薩這邊好像有很多演出 四月份過來有個好處就是 沿途開始雪山 又不至於像冬天那麼冷 OK 我們要去看看 那邊 非常漂亮 沿途中 中角的意思為公寶的後面 陸康的意思為魯神殿 魯神常被漢語為龍神 所以漢語俗稱中角路康中的湖為龍王潭 由於沒做好攻略 圍著布達拉宮繞了大半圈 才找到門票預定處 位於南門西側 就在廣場派出所旁邊 就在廣場派出所旁邊 好 終於找到布達拉宮的門票預定處 超級開心 為什麼 因為現在是旅遊淡季 根本就不需要預約 現在我拿了預約券 立馬就能去 我現在就直接去正門 這就是淡季來旅遊的好處 這裡糾正一下 預約還是需要的 只是淡季人少 領了預約票 能立馬去參觀 還忘記人多 一般需要等到第二天 我領了票 就往回走 從南門過第一道安檢 進入雪城 在雪城參觀了珍寶館 然後在吳自卑過第二道安檢 一路爬坡道受漂出 這邊馬上就從這邊門進 在這邊是提前兩小時進入雪城 提前半小時必須進入愛道 這幾個票 租了一個電子講解器 30塊錢 100塊錢押金 我現在在布達拉孔雪城 雪的意思就是下的意思 下面的意思 你平預約票可以提前兩個小時進入雪城 剛剛參觀了珍寶館 布達拉孔裡面的很多館 其實都是不能拍照或者設想的 然後還是希望有機會 能自己來體驗一下 好我現在從珍寶館出來了 然後去這邊 這邊我已經到了無紙杯檢票口 爬坡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儘量慢一點 很多人在那裡會得高反 我也不幸中招 爬布達拉孔一定要慢一點 不然很容易高反 我才爬了兩節就已經受不了了 變成需要消氣 不然很容易高反 很遠不適 不然會不會好 我不能看到 我們在村子民的兒子 大村民的兒子 寫著 我們在村子 前來會不會有難的 窗戶 但是我們來的地方 我們在村子上 你會不會有難的 如果我們寫著 我們在村子上 那裡會不會這麼不大 不再过了 好 我现在已经到了白宫正门 然后从左边进去之后就不能拍照了 我现在终于乘看完 布达拉宫啊 现在准备从他的北门下去 听说下去要20分钟 继续下 现在终于乘看完 下来的风景也不错 因为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布达拉宫白色的外墙 说一下由布达拉宫的 感觉 感想 其实更想了解布公的历史 可以去看史书吗 对吗 每个人用每个人不同的观点 但里面的文物 还有一些佛塔灵塔 都是挺震撼人心的 参观完布达拉宫从北门出来 可以顺道逛一下中角路康公园 或者绕到布达拉宫广场进行游览 顺便打卡50元人民币的取景地 要王山观景台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